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谁是真理的圣灵,他会为使徒们做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去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12到31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我实实在这里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能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放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放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偏向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就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不是加若能犹大 问耶稣说 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来自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是,宝慧师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要猜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道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我们走吧 那么在本章中 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结束 我们要记住的是 耶稣是在对门徒们说话 但是家庭人犹大不在场的 那么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其中包含的一些应许 将会是他们所独有的 尽管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在第十二节中 耶稣说 信我的能,也能做耶稣所做的事 那么会是些什么呢? 当然耶稣教导了许多 关于上帝的真理 他的追随者今天仍然在做这些事情 然而 有些人却认为说 耶稣在第一部分所说的是神迹 我们可以从新约中看到 使徒可以通过圣灵行神迹 但新约也清楚地表明 人借着圣灵所行的神迹 将停止 当那个使命完成的 从更仔细地研究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来看 那完整的东西就是书面的文字 所以 如果这就是耶稣的意思 那么 使徒能够做这些工作的时间 将被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 耶稣对他所做的工作 有更广泛的看法 包括通过基督教导别人 关于天父的事 我们知道 使徒和信徒能够完成更大的工作 并不是奇迹 因为这些更大的工作 会因为耶稣回到父那里而完成 那么这些更大的作品是什么呢 应该是揭示神完整话语的能力 使能进入天国 就是教会 在耶稣死之前 教会并不存在 这是对未来的承诺 耶稣的教导预备的道路 但通过基督的教导的门徒 为那人们进入教会 耶稣并没有就此停止 他转身对门徒说 无论他们分他的名求什么 他都会做 那么成功福音的传教士 就承认这节的经文来教导人们 说上帝基本上会给予我们 想要的任何东西 如果说我们是凭信心祈求 他就会给我们任何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的解释 是否与圣经的其余部分一致呢 不是的 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 就警告说基督徒要避免贪婪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规定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求 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是同一个人写的 我们可以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四节 作为对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注释 使徒们必须要按照上帝的旨意 通过耶稣的名气求 他不会给他们超出他们 所最疯狂的梦想的财富 但会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并且永远不会离开他们 耶稣仕途安慰他的门徒 他并没有抛弃他们 仍然会与他们同在的 如果我们信守他的话 他今天就和我们在一起 在第十三章中 彼得表达了他对耶稣的爱 说他愿意为耶稣而死 彼得实际上会如何表达 他对耶稣的爱 是通过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你爱一个人很容易 但真正衡量爱的标准 是你做了什么 如果我们活在罪中 我们真的不能说 我们爱上帝 门徒们正准备出去 传授上帝的诫命 但他们同时也要遵守这些诫命 为了帮助门徒完成教导的任务 耶稣要差遣另一位宝慧师 真理的圣灵 使他永远与他们同在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谁是真理的圣灵 不过现在我们需要认识到 这个应许和之后的事 是对使徒的直接的应许 真理的圣灵 在永远与门徒同在 因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他们 这个世界不会接受圣灵 因为他既看不到他 也不认识他 世人离弃的神就瞎了眼 不能接受神的事和应许 但即使在这一切当中 也即使耶稣走了 门徒们仍然会看到耶稣 他们会在他复活之后见到他 他们仍然会看到耶稣 因为真理的圣灵会住在他们里面 这就是耶稣不会让他们成为孤儿的方式 因为他要复活并活着 他们也会在属灵上活着 在那一天 他们将会完全了解 父如何在耶稣里 而他也在父里面 这是他们之前所困惑的 那么拥有耶稣 诫命并遵守他们的人 就是爱耶稣的 但耶稣不仅会爱他们 而且天父也会爱他们 这确实是一个宝贵的应许 优大 这里提的是不是加勒人优大 那么从我们对福音书的其他研究当中 发现它是达太 他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后续问题 耶稣为什么只是让他们知道 而不是让这个世界知道 耶稣的回应是 如果有人爱他 他会信守若言 不仅天父会爱他 而且耶稣和天父也会和他一起同住 但并不是要接管我们的身体 而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领导者 那些不遵循耶稣教育的人 即这个世界 就没有这个 正如这个世界 所参与的工作 所证明的那样 因此他们没有认识上帝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信徒的行为 与世界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我们让上帝带领我们的生活 与我们同住 这将带领我们走上正义的道路 那么这一位 真理的圣灵是谁呢 第26节说 他是圣灵 保护师真理的圣灵都是圣灵自己的名字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看到圣灵被赐予的一段时间 去启示神的话语 然后又离开了 但对于门徒来说 他永远不会离开他们 因为他会一直在那里帮助他们 为什么门徒需要帮助呢 因为当时耶稣所说的 或者过去所说的话语 他们不会完全记住 他们要完全记住 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他们把耶稣的话语弄错了 那么使徒就会带领他们远离真理 远离天国 因此 圣灵奉耶稣的名 拆遣使徒的圣灵 会教导他们所有的事情 甚至是耶稣没有教导他们的事情 并且会让他们想起 耶稣告诉他们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说 约翰福音第14章 圣灵的应许是专门针对门徒的 今天借着神的话语 基督徒被圣灵引导 圣灵与我们同住 教导我们的一切 但他并没有让我们想起 耶稣对我们说的所有的事情 因为耶稣没有直接对我们说话 但他确实对使徒说话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这些话的原因 耶稣给予他们圣灵的应许 就是留下着他的平安 离开使徒们 即使是在平安抗世 转瞬即逝的时代 这种的平安 是他们不会被抛弃的平安 是罪得赦免的平安 是知道天堂将是他们的家的平安 这不是世界可以给予的那种平安 因为世界只能给予一种 会逐渐消失的平安 因为耶稣给了他们这样子的平安 他们就不会感到烦恼或害怕 对我们来说 即使这些的应许是针对使徒的 因为耶稣所做的 耶稣也给了我们他的平安 我们不应该害怕 因为如果上帝支持我们 谁还能够反对我们呢 借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 我们可以面对今生所有的一切 那么现在你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耶稣现在告诉门徒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不等到复活后 才告诉他们一关圣灵的事 他以前这样子做 是为了让他们看到这些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以相信他 当你相当确定它会发生时 很容易说出来的 耶稣虽然是在谈论死亡 但那那活着 如果耶稣是对的 那么他所有的其他教导也是正确的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 从未放弃过他们的信仰 即使是通过死亡 他们已经看到耶稣所有的话都应验了 并且他们的信仰得到了证实 不过就目前而言 耶稣将与他们分享的东西不多 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要来了 撒旦正在召集士兵 要带走耶稣 耶稣不会去阻止他们 因为天父的命令 是他要为人的罪而死 他要服从的 因此他们要离开 因为他不会是在楼上的房间里被抓到的 而是在克西玛林园 今天我们的学集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集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